你是因为我没有本事 没有学历 被人瞧不起 特别是被你妈瞧不起 你妈那个时候 她办了个演出公司 她就跟诗歌舞团的那些人接触了 就认识了许志毅那个人 自打你妈认识了许志毅之后 她就成天拿许志毅这个人来数落 什么长得不行啊 才华不行 穿衣服也不行 戴帽子也不行 总之 在你妈的眼里 许志毅那个人就是天上的爷 我呢 就是地上猪圈那头猪 其实这个我都没认 我知道我确实是不行 但是 对许志毅那个人的厌恶反感 我就积攒下来了 那事情呢 也还就那么巧 偏偏就是许志毅家发生的人命案 我平时咒他吧 还真他出了事 我心里是 那个解气 自打我知道 许志毅家发生了 人民案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 那案子是他做的 我对现场 仔细检查了痕迹 一切的痕迹都证明 那现场是封闭的 没有外人进去过 那么就得出一个结论 这案子肯定是他做的 我当时心里高兴 但是没想到 我二次 再去勘察这个现场的时候 我就在他家 进出口的大门上 发现了这两枚指纹 我发誓当时 我并不要想隐瞒 要不我 怎么会写这个鉴定报告呢 就在那一天 我和你妈又吵架了 许志毅那个时候 已经被作为犯罪嫌疑人 抓起来了 你妈还说 许志毅比我强一百倍 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听说了 根据许志毅的口红 打捞出凶器的消息 我就在心里说 这个案子肯定是他做的 我这时候要把鉴定报告 交上去 除了添乱 起不了任何作用 一念之差也好 撕心杂念也好 总之 我就把这个鉴定报告 给藏了起来 这纸纹是在门框上发现的 那可能就跟这件事没关系 不 有关系 因为有了这两枚纸纹 就说明许志毅家 那个犯罪现场 它不是封闭的 有外人进去过 也就能证明许志毅 不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 这是重要的证据 从发现这两枚纸纹 到鉴定出这两枚纸纹开始 陈生 就没过我一天平安的日子 我的心里就没平静过 那胃病就是从那个时候得的 你和你妈为了我 到处寻医找药 到现在 她也就止不愈了 但是当胃疼起来 让我死去活来的时候 我这心里 还有了这么一点点轻松 我感觉到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认了 我本来想就这么过一辈子了 老话说得好啊 搬着石头 你总要砸到自己的脚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你会当律师 那么多案子不接 你偏偏去接了许志毅的案子 你还不依不饶 还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我的医院住院的这几天呢 我总算想明白了 这就是你 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我知道 我这辈子 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我尽管我 很没出息 但是我是清清白白过这一生的 我还知道 自己做了事情 总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把它交给你 你拿着 就能证明许志毅 不是唯一的犯罪嫌疑 陈说 你就一定能答应你 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官司 拿去了 阿赵 十七年了 我一直把它锁在周定的最里面 你没看见你这尺头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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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让我再想想 我再想想 陈说 爸办的这个案子 爸最清楚 许志毅这个案子 他证据本身就很薄弱 再加上这两枚指纹 那本来很薄弱的证据链 就会彻底断裂 再加上你找的那个目击证人 现在不是将一罪从无无吗 你要根据这个精神 我估计这个案子十有八九能翻过来 当然 你许志毅那小子让他给逃脱了 你是我儿子 你是我儿子 你可以出名的 你干得不错 儿子 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大律师的 拿着 还有别人看过这份报告吗 那怎么可能呢 那就合办 你给我吧 你给我吧 他没有存在过 你干什么 太重 你给我干什么 他就是那辈子没有存在过 你提一下 他在那儿 他在 他在 他就在这儿 爸 你就是把他撕了 他也长在我心里 没人知道他就没有存在过 喂 陈硕 死了 爸 已经过去十七年了 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交给我 让我处理 在法律上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在 过去是三个人 现在是四个人 三个人 谁 我 天 还有地 现在还有你 行吗 你要不拿着他 那我就继续保留着 我相信 他总有一天 会重见天日的 是我 陈硕 咱们不约好的吗 你怎么了 我这儿等你呢 你是有什么事吗 那你就等我会儿 我马上过去 什么人呢这是 怎么着 陈硕 去找那个目击证人 爸 从现在起 我是您的律师了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要说 谁也不要接 行吗 我知道 你答应我了 conse Company 陈射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昨天晚上没睡得好 吓死我了 咱们现在走吧 对不起 跟你开玩笑 可没找到目击证明 不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找这个人花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也不高兴了 他们不让我接这案子 先这样吧 打电话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没发生什么事 我之前不是受了一个处分吧 因为这个处分 他们把我案子都给拿走了 我再不干活我要饿死了 我得赶紧接案子去 对了 你帮我一个忙啊 那个 替我去医院看一下庄老师 顺便吧 帮我把和她的那个协议结了 她给了我五万块钱 一分不少我退给你 我帮她找个好律师 我了解你 陈说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的 你告诉我行吗 真没什么事 我就想挣点钱 不行吗 你知道吗 我现在已经很难了 愿你让我停下来 如果你要再不帮我的话 我帮不了你 你院里说得对 这个案子就没有复查的价值了 就是许致义做的 陈说 咱们都是法律人 总要讲法律讲事实吧 你也查了这么久 你也觉得案子有疑点 你真的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真相有时候更可怕 好 都别追了 既然我们开始了 就不能放弃 真相是可怕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爸 刚才家里没来什么人吧 没有啊 你去拿个酒杯 陈少 陪我喝一杯 怎么行 不是不让你喝了吗 只问这件事啊 他压在我心里十七年 我总算把他说出来 我对心里卸了个大包袱 我今天喝这酒啊 我才喝出了舒畅 来 陪我喝一杯 去拿去 另外呢 那个东西啊 我还不能先交给你 我虽然退休了 但是那件事 是在我当警察的时候发生的 我作为警察 还知道警察的规矩和道德 我得先把它交给局长 然后你再拿去做证据用 你想干什么呀 你年轻的时候没出去 你老了老了 你出什么风头呀 你别跟着 我跟儿子说话呢 你插什么嘴呢 我爸也没说非要交上去 我爸也没说非要交上去 我不会让他交上去的 这件事你说了不算 你还相信那件事就是许致一干的吗 现在讲一罪从无 如果按现在的观念来说 这案子给许致一定罪确实有些勉强 当然了 我仍然认为是许致一干的 因为那把凶器是根据他的口供找到的 如果不是 这怎么可能呢 那就好办了 那就说明这两枚指纹 没有什么价值 您当年这么做是为了不给破案添乱 这冲击上就是一个小错误 是您工作中的一个小疏忽 可是过了十七年您再把它拿出来 它就不是个错了 很有可能变成个罪 这样 我听您的不代理许致一的案子了 但您也听我一句 只闻这件事您装作没发生过 装 我怎么装啊 这件事它发生过 我知道我的胃更知道 我要是能装我就不会得着胃病 你先别动气啊 您不能只为自己想吧 你总得替我和妈妈想想 这是我自己的事 和你们没关系 怎么就和我没关系呢 你是我爸爸呀 你看见许子萌了吗 他就是有那样的爸爸 他今天才变成这样呢 你希望我变成许子萌那样吗 别哭了 骂了 这一转眼 你们俩也都上岁数了 我表个态啊 以后这个家 就听我的吧 您从前那么对我爸不对啊 人都有尊严 这是您的错 以后不许这样了 那天我跟爸还说呢 小时候一听见你骂他 我就把耳机带上 我装作听不见 我心里都明白啊 我就想我 我怎么有这么个家 我父母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现在觉着 你们二老还都在 咱一家子还能团圆 这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要说 咱们都好好珍惜这个家吧 我如何珍贴 我自己明天看到了 像你一样 你只要我 我自己的家 你都在心里 你只要你 还吃你了 你不上班跑这儿来干吗 我不喜欢这样承受 这不是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了没事 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不然你不会这样 没关系 你不告诉我 我也不勉强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那个目击者 既然你能找到他 就说明这个人存在 只要他存在 我也能把他找到 总统 你差不多就行了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领导让你停 你干吗就死揪着不放啊 我真的放不下来 陈叔 我相信你也放不下来 你现在这样 一定是有你的难处 谢谢你告诉我 那个人的存在 再见 再见 您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 九六年在这一片有个小区 叫新光小区 后来拆迁了 嗯 然后有几个住户 我想找一下 你看看 我疲惫不堪地 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寻访着那个 在城市某个角落里 存在着的目击者 只有走上这条路 我才体会到 当初陈叔能找到他 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努力 你再问问别人吧 谢谢 在这里 也正因如此 我才猜想 陈叔突然放弃 肯定有重大的原因 那原因 也许正是许案的关键 不��了 没有 到那里下一个 心里面你猜要给你 你就一定没有办法 你自己找不到 你自己找不到 你自己找到那一片 你自己的家 要不在哪里 你自己找那里 请问是梁阿姨吗 是啊 我是省检察院的 我叫周童 我的工作证 您现在方便吗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问你一些事 行啊 进来吧 来 姑娘 喝点水 谢谢阿姨 您别忙了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您以前是住在新光小区吗 是啊 那好多年前了 我搬到这儿都十几年了 您曾经跟别人说过 那是九六年的事了 您说你看到一个男人 从袁立方家的窗户跳出来 有这回事吗 你听谁说的 你真的看见过吗 看见了 梁阿姨 请你把这件事情 就是你当时看到的情形 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真骨子烂芝麻的事 怎么还在关心呀 不就没点事吗 那天啊 我去菜市场买菜 我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啊 您稍等一下 好了 您继续说 我还有衣服晾到阳台上呢 我去收一下啊 你等一下 你坐一下啊 喂 老爷子 我找到那个人了 我们现在有理由 向院里提出恢复复查 我现在就算不急着家里 好好 我一会儿回去 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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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说这谁在嚼舌根呢 你告诉我 我去问他 这不是给我惹事吗 您刚刚不是说你亲眼看见 你说啊 这人啊就是喜欢传话 传来传去的就变了样了 我哪儿是看见了呀 我呀 也就是听别人这么一说 那您是听谁说的 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忘了 林阿姨 如果当年 您真的看到许志毅 从袁立方家的窗户跳出来 那就说明许志毅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他是被冤枉的 一个人 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坐了十七年的牢 您忍心吗 这事跟我没关系呀 我又不认识姓许的 他坐不坐牢 跟我没关系 但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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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你 您好 杨姨呢是我的当事人 我正在代理他们 在拆迁的案子 如果您有什么事 需要问她 我必须在场 我问的事 跟搬迁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 你不需要在场 抱歉了 这事不是你说的算的 那你 陈律师呀 她是我的代理律师 有什么话 你就问她吧 陈叔 陈叔 你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 他迫使你放弃了付出那么大努力 获得的证据 告诉我 陈叔 我们是好朋友 也是同学 现在还是战友 我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 那我告诉你 什么事都没有 走 徐子萌和奶奶情况不太好 你陪我去医院看她 我不去 徐子萌才是她孙子 我又不是我天天去 算怎么回事的 跟我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你跟她签了委托协议 她是你的当事人 那你就当做你是我的战友 去跟奶奶把这协议给我解了 行不行 我不管 要去 一块去 走 周总 奶奶 周女士 你们来了 别起来 别起来 躺下来 这两天好点没有啊 那个反应还那么强烈吗 你们来了 我就好多了 周总 陈律师 我不知道我自己 还能活多久 要是万一 我是说万一 我等不到儿子清白出来的那一天 拜托你们 把这个案子 把这个案子插到底 陈律 你自己来好家里说 奶奶 怎么又叫我奶奶了 陈律师 是 我是你的当事人 你应该叫我专老师 奶奶 我今天呢 是和您来解除代理协议的 之前收过您五万块钱吗 我一分钱不少的全退给您 陈律师 你们 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事都没有 我 我就是特别忙 太忙了 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不对 一定是出事情了 你看着我 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好好的要解约呀 我 我跟您说实话 他们呢 都叫我钱串了 我当初接您这案子 就是觉着您有点钱 翻这案子呢 我还能出些名 挺好 可真干上了呢我才知道 您没什么钱 这不还病着吗 这钱我可不能挣 再说这案子啊 这案子太难了 您就当帮帮我 跟我解了这合约好不好 不行 陈律师 我不能让你走 我知道我这个案子不好做 我知道你没挣到钱 我也知道你在我这病上 还贴了钱 是我对不住你 可是就是这样 我也不能放你走 陈律师 你知道吗 十七年了 我换了那么多的律师 我的家里都淘尽了 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啊 我不想装可怜 不想搏得别人的同情 可是我现在 实在是没办法了 求求你 求求你看在我活不太久的份上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陈律师 陈律师 你要现在撒手 不如当初不接 你清楚地知道 奶奶把她唯一的一套房子 给抵押了 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你要现在撤了 你还是人吗你 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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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头把钱推 不行 你多保住 陈律师 陈律师 我走 走 奶奶 你先跑 别着急 我们也着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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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律师 陈律师 你觉得你能拦住我吗 我没有想拦你 选择都是人自己做出来的 我是想告诉你我要干什么 我会继续寻找这个目击证人 你不是能找一百个人吗 我会去找两百个三百个 直到把这个人找到 你能堵得上一个人的嘴 我就不信能堵上所有人的嘴 既然这件事情发生过 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那个人 在这边 快点 就来 快点 你 是 爸 你别乱想了 就交给我来办吧 你不能想着自己 不想着我的 您是这家里的一分子 得被这家负责 不管您想做什么决定 一定跟我商量一下 好吗 真说 爸 答应我 好吧 我去收拾点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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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灵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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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灵师早 早 早 不早了 早十点了 刘成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陈叔 我可真叫你坑了 他这个案子我查了一下 根本找不到他判刑的任何资料 我事先就提醒你了 这样吧 咱俩换过来 那不行 这个案子我还继续做 但是 东西安的案子还是咱俩一起做 五五分成 成交 好 不 好 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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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子龙回来了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睡啊 不上床上去 着凉了怎么办 这人老了 就爱犯困 想着看看电视吧 她怎么就睡着了 老老跟你说啊 老老办了一件大事 他们不是想把这案子翻过来吗 他们都不问问 能不能过老老这一关 一下子让老老闹的呀 该听了 老老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别总去闹 多丢人呢 他们要查就让他们查去 反正查来查去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妈死了 老老能为她做的呀 也就这么点事了 不过 我现在也是为了你和葛秦 什么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个案子啊 不是葛秦他爸破的吗 那他们要翻这个案子 不就冲着他爸了 老老 别说了 别说了 这钱你拿着 又给老老钱 老老不缺钱 老啊 就想看着你们小两口的日子啊 过得顺顺溜溜 甜甜蜜蜜 就咱家这情况 咱家什么情况啊 你爸呗 我跟你说了不要再提他 他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 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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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的葛秦来 我怎么看着他好像有心事啊 怎么啦 这媳妇娶到家 就得逗得老婆心里乐开花 人家葛秦的一个心眼 都在你身上扑着 你可不能对不起人家 你都在你身上扑着 回来了 快坐下吃饭 今天呀 姥姥来过了 她告诉我说 你不喜欢吃肉 你说 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说呢 看我成天做饭都给你放肉 来 快子猛坐下 尝尝我给你做的菜 别忙了 我吃不了多少 这都做完了 姥姥教我给你做的米饭 她说一碗水一碗米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 你可别笑话我啊 快尝尝好不好吃 好吃 辛苦了 姥姥还跟我说呀 你不喜欢喝茶 喜欢喝咖啡 还不喜欢喝素容的 真够小子的 回头啊 我买台咖啡机还有咖啡豆 我亲手梦给你喝 不用了 我想喝我可以去咖啡厅的 外边的哪有自己家做的好啊 子蒙 生活亏欠了你太多了 就让我慢慢给你补回来吧 你白天能不出去写了吗 你就在书房里写 我保证不打扰你 还有 你不想和我一起睡 我都理解 毕竟你一个人独立惯了 也需要慢慢适应 可是 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好吗 我也会孤单 也会难过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来 吃点菜 尝尝 好 可情 我对不起你 我们不说这些好不好 先吃饭 不 我之所以提前回来 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 咱们的事情 是我做得太自私了 我之前只想到自己 我没有想到我们之间 会到现在一样尴尬的地步 不尴尬 不尴尬 子蒙 感情不都是需要磨合的吗 咱们 有的是时间 咱们可以慢慢就好了 好不了 可情 我不爱你 我不可能爱上你 不要说了 子蒙 子蒙 别这么说行吗 感情是慢慢可以培养的 我们只是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子蒙 就算把咱们关在一间风景 关一辈子 我也不可能爱上你 对不起 可情 因为我 你跟家里闹饭了 现在我也没办法接受 如果能做什么 让你的家人原谅你接受 你回去你告诉我 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 你还是因为踏实吗 你还是因为踏实吗 你说谁 左童 你是因为他不肯爱我的对吗 那我们的事情和别人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早就知道你心里还装着他 他根本就不爱你 不考虑你的感受 你为什么还要爱他 你的高傲呢 你的轻高呢 你在他面前 就 就那么可怜 可情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的事情和他没关系 就算没有他 我也不会选择你 永远不会 你就死心吧 你要去哪儿啊 怎么 怎么我错了以后 再也不说了 行吗 什么事 好 妈 我受不了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能过来看我吗 你上哪儿去 你管我上哪儿去呢 你只管上你的班 菜做好了 你吃吧 谁啊 是我 葛晴 是妈妈 妈 妈 怎么了 你快说呀 出什么事了 你要急死妈妈呀 这 这你说得也太奇怪了 你们两个结婚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捅过房 这叫什么事啊 妈 这也不能全怪她 你也知道 她从小的生长环境 她一个人独立惯了 现在还不习惯 她这么对你 你还替她说话 她独立惯了干吗要娶你 干吗要跟你结婚 我看你爸说得太对了 她就是为了报复 报复你爸 这个孩子表面看着挺单纯的 其实这心里还不到怎么想的呢 我看啊 坏得很 妈 你能别这么说她吗 其实子萌对我是有感情的 她知道我不敢一个人睡 天天晚上回来陪我 不过 只不过是睡在书房里 葛晴啊 你都那么大人了你是真傻呀 行了 你什么也别说了 听妈的赶紧跟她分手吧 我不分 妈 我是真的爱她 你是过来人 要不你给我讲讲 我怎么才能让她爱上我啊 孩子 你说这感情的事是逼能逼得出来的吗 你没听说吗 强扭得瓜不甜 她根本就不爱你 妈 她对我是有感情的 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子萌吧 她就是怕伤害我 不是有句话吗 人心都是肉掌的 也都是能物热的 我相信我能物热她 行 她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肯定回来 妈 你看 她还挺为我考虑的 她知道我晚上不敢一个人住 行了 你在这儿等着她吧 妈跟你操不起那个心 妈 妈 你回去别告诉我爸 你去哪儿了你 我去闺女那儿了 谁让你去的 早上闺女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就去了 到了那儿我才知道 从他们俩结婚以来 许子萌就一直不跟她同房 两个人都是各住各的 你说这叫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欺负咱们家葛情吗 关键是那个葛情 傻乎乎的 还总想着要怎么改变人家 要暖化人家 我这是越想越生气啊 我要把她接回来 接什么接啊 我都跟你说了 我都跟你说了 他离开这个家就不能在这个家门 你为什么去啊 谁让你去的 他明明知道人家是在报复 还要嫁给他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别说这个了 我告诉你啊 葛情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负责 我负什么责 不让他回来 葛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就得负责 我为什么负责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要不是因为你的这份工作 葛情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要不是因为他小时候 你出的那档子上 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性格吗 绑架的是我 他被吓破了胆 没出息的东西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你不要这个闺女我要 我去接她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坐着 坐着 你干什么你 我告诉你 你要敢把她接回来 这家就是你们的了 我住办公室去 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哪儿也别去 你也太不讲理了你 喂 蜜蜜 要给你们带猫粮了 来 来 来 你怎么不吃东西啊 你是不是病了 怎么不吃东西啊 写子盲 我别 grin了 离我女儿远一点 别再纠缠她 听见没有 没长耳朵 我也想 可是她一直缠着我 怎么说都不听 怕缠着你 打得好 这一拳 把我对你女儿最后那点愧疚 都当没了 谢谢你 你既然这样对待你 为什么还要娶她 我不爱搁钱 我从来没想过跟她在一起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一次一次又一次地 对我的歧视和侮辱 在你眼中 我就是个杀人犯的儿子 我天生就是个坏者 我做什么都是向你报复 好啊 现在如你所应吧 你为了报复我 拿我无辜的女儿当牺牲品 你是你爸爸的儿子 我以葛晴父亲的身份警告你 你给我老实点 我没有父亲 他早就死了 我来 sollten använd我 开祿单 我来飚船 那个子 他一直又来 你快 Cathy 到一边 你走了 你去把戈情接回来吧 你想通了 但是有个条件 什么 那小子是永远不会喜欢他的 你告诉戈青 他要想回到家里来 必须和那小子离婚 我去劝劝他 妈 戈青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子梦回来了 咱们上楼吧 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她对我挺好的 只是以前不习惯而已 戈青 你一定听妈的话 跟妈回家 赶紧把这婚离了 妈 我是你亲闺女吗 总劝你闺女的婚 你想想啊 戈青 许子梦怎么会爱上你呢 她完全是为了报复你爸 你不成了她报复的牺牲品了吗 这样的男人值得你爱吗 妈 子梦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他一定会爱上我的 戈青 你都多大人了 还那么天真 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 你干吗就偏偏爱上他呢 不行 这回妈就是拽也要把你拽回家 爸妈不会害你的 妈 我以后可不敢告诉你这些了 哪有夫妻不闹别扭的呀 吵个架就得离婚啊 妈 妈 你回去吧 我上去了 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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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她不回来是不是 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起她 谁啊 谁啊 我淑光 我就跟你说了 这怎么了 可情怎么了 我跟你说 行了 别和淑光说她的事 你去歇会儿 我跟淑光有点事 淑光 坐下 来 局长 葛晴怎么了 葛晴嫁给那个人了 他也娶了葛晴了 可是他现在不接纳葛晴 不是 那咱就把他接回来呗 你别说了 这孩子没出息 人家不搭理他 他还巴结人家 局长 葛晴不能再受伤害了 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亲人 不能看着他受苦 不管 跟 跟我没关系 局长 别人能这么说 您不能这么说 您是他父亲 他妈妈去接他都不回来 那咱们能怎么办呢 好 我找时间再跟他聊聊 不说可情的事 一说他的事我就上火 咱们说点正事 检察院已经停止了 对许致议案的复查 你们的专案组也解散吧 你们手头都工作不少 别因为这个事占用了人手 已经解散了 只是我和刘还得继续坐着 做什么 局长 我是利用业余时间 您就让我接着坐呗 为什么 你认为我和你父亲 办的这个案子有问题吗 局长 您想听实话吗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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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